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戒律学纲要 陈会长慈悲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学员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天我们继续来修学五戒里面 继续要讲到道界的部分 那么今天各位有拿到讲义 我们在开始要讲到讲义的内容之前 刚好在这一次 这两个礼拜来到我们加州 有居士在外出的姻缘 在开车的过程 跟我分享到他亲身的一个 他自己就觉得很殊胜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在过去刚出学佛的时候 那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 那人群很多 那么在人群多的里面 难免会有些碰撞 那碰撞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在法国去 过去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 当那碰撞第一个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念头 东西不见了 就爬手拿走了 那所以在被碰撞的时候 我们也立即反映 我们这居士也立即反映 回头去看的那个人 那么那么一看 当然在我们这居士 也是像各位久修佛法 有一定的威严跟威仪 那么对方眼睛愣了一下 惊讶了一下 害怕了一下 那就是就顺手把东西直接就还给他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也有他另外一种就是 他被碰撞的时候 他第二个经验 在火车站里面 要等着上车 也是类似这样的经验 那被爬的时候 被他先生 两位都是学佛 看见 看得很清楚 那在他离开之前 就制止他 你是不是有拿到什么东西 那对方否认 那当然那时候 诉诸大众去请这个战务长 或者说这个类似警察 要来处理 那么在问答之间 东西归还了 东西归还了 那这等一下也是 我们会讨论的范围 东西归还了 到底算不算偷 但是还是缓了 还是没有损失 那到他分享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 他的名牌包包 因为他也自己 炒解自己是一个 东西拿到哪里 丢到哪里的人 那就是逛街的时候 东西很随手一放 但是那个东西没有丢掉 被交到服务台 然后广播来拿去 所以这连续这三个这样的经验 让他觉得 在过去他毕竟 是没有 这个有亏损这个部分 这三件是他印象深刻 但他一路来 他说真的很多东西 他就是碰到那个明明 就是会被拿走 但是没有被盗取 那这个三个故事讲完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刚来的时候 有个现象 我就问这个我们的会长 说我们这边加州的那个门 都没有在关 没有在锁的 那其实他就说 这里其实没有那种到强盛的因缘 那你会生长在这个地方 也是你过去在修这方面的福报 让你达到可以不用 有这样的一个防戒之心 你深信这个因缘业缘 那有人就会反问 那一切交给自己的业因业缘 我就不放的话 那我在印度那种 或者比较落后国家 不要举名字 这样避免去污蔑人家的国家 就是落后的国家 那个道因道缘很强盛的时候 我也是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 我们都不用锁不用关 是这样子吗 当然你会有防护 这时候你会有防护 但是你还是要相信 你会生在那个国家是怎样 还是那个业报的问题 你有所亏损 你有所亏损 所以你的业报固 生在那个地方 那么 越在贫固或者你福报力差的地方 你要持守好戒 越不容易 因为即便你有心要深信这个业果 但是你过去的业缘之差 那你的心会越来越防护这件事情 越来越不肯相信业果 你还是会层层的防护 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保护的 就是做好几种防盗措施 那么越在这个福报好地方 你很多善法就越容易去守护好 这里面也透了一多这样的讯息 那么所以 在我们今天要讲之前 就是我们对这个业道 业报之罪 你从业缘里面 你深知它的一个过患 所以你愿意好好的去持守 但从因我们来探讨道解 那从未来的果报 你受不受报 等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会再去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报的业历 我们还是要讲清楚 因为如果刚刚那个例子 我们那位初学者的居士 他初学 碰到这种不如意状况 违逆业报现前的时候 他采取 相信念佛菩萨身号有用 就拼命念 结果东西归还了 他说原来是关心菩萨保佑 那这时候也成 可是当东西不见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也会怪观心菩萨 那么千成 平常在跟你相相拜拜 结果还是 所以从业报里面 你必须要了解 有些成跟不成 可能是因为业历 它有申报 有先报 有后报这个问题 那你不能理解成说 那既然 业历是 我过去的那个因 那现在变成定业 那我念佛菩萨 佛菩萨名字没有用 那我念来做什么 那我承受这个定业 不用念佛菩萨的身号 你理解成这样子 那这件事有问题了 但就对我们业历不了解的关系 我们这个整个业历在展现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都是后报 就是前面生命 你的造作延续到今天 你现在所生的这个报题 你现在所承受的一些顺逆境 你过去修缮 现在得善果一些福报 你修恶 现在会慢慢的会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你过去做的 现在受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后报 乃至报不完才报到未来 那又变成未来的深报 那这中间不断造作 就是未来后有之报 深报 那这个部分 能改变的部分呢 就是不一定是定业 那不能改变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定业 就是说像我们的身体 你的身体的报题好不好 那其实那个就属于定报 那定业的部分呢 有时候像你的感召的基因 你身体感召的基因 这个射身不够好 容易生病的 那里面也有定跟不定业的问题 因为你在过去造作的时候 都属于那个处处得劳人处不劳人 那你在造作的时候 你精神感发这个液体的时候 你的心性如此 你感发的这个基因也是如此 所以当基因到一个程度 你发病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你的心念柔软实被改变 这个四大这个因会改 因为你过去也不曾要去饶过别人 因为你过去的心性如此 那你现在那个定业不能改变的部分 那你称佛号 就是没有那个因缘可以改变 那可是你在自己在修学过程 你不要认为说 这个部分不能改变 我全部就放弃 其实你还有很多善法的改变 可以来支度改变 你现在的这个还没有成型的这个恶业 因为所谓的定业 没有所谓的自信的定业 很多的定业是来自于不断的加强 不断加强到后来不可改变 那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定业不定业 你无从去抉择那个部分 那你只能透过对佛的一个信仰 相信之后一开始相信 那是借着他的名号的那个德 称念 你有感动 你改变 那你在改变的过程 对那个修的善法 去把恶的不好的因缘给改变掉了 那那个东西就不会一直往不定业的方向去 那已经形成刚刚讲的像暴体 已经是定业的部分 那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至少因为你念这个所谓的 佛菩萨的一个圣号 你平常的身口一三印在改变的时候 你改变后面生报的一个状态 而那个状态 来生感到国体是更好的 那个就是跟佛菩萨相应的结果 因为你自己也改变了 所以那个德呢 不是说外面的加持 改变你的设法的状态 是连你心的状态都改变了 那 对于刚刚讲的现报 就是说你这一次造作 马上是现世报 那这个部分也发生定业跟不定业 你若惹的一个事情跟事端跟人 属于也是跟你过去招感的 属于不得饶人处不饶人的 也是这种心性刚烈的 那你虽然现念做 那他不愿意饶你 你虽然透过学佛 成年佛号之后 那成年佛号 因为你很多心情改变了 也感召很多善的贵人 那有办法去感动 目前你之前所造的作恶 去做一个逆转 能改变 那个就是一个感应 那不能改变的部分 那你就要去思维 为什么你招感的这个对象 你得罪的对象 是这么刚强 难以去化解 那也是你过去一个招感的问题 所以 这种种这个业园 尤其是要掌握现报的部分 你怎么做 因为你现报现身所做 今日现前当下的现所做 就影响到下一刹那 比如说今天影响到明天 你今天做可能明天就报了 可能今年做明年就报了 所以所谓的现报的部分 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那你持守圣号的很多感应 在这上面 也会比较容易去感受出来 因为你在持守的时候 你不是只有口中那个念圣号 因为你念那个圣号 你感召的一个力量非常的小 你感召的力量非常小 因为佛菩萨的圣号里面 是常有种种的一个功德 其中一个最大的功德 就是敢发你内心 假设你持的是观世音菩萨圣号 那你敢发这样的一个悲心之后 你的身口意都跟这个持相应 那持相应 你就不容易把这个杀 这个烦恼性给启动 那你就是在这个持的一个法界海里面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海里面 那在他的整个这个慈悲的因缘里面 你就相对容易感召慈心 身形柔软的人 那将你的业缘改变 那这种感应是我们真正要的感应 那所以你对这种业缘那种定业 就是说你现在所受的报 绝对不是因为你持守这个善业 那不感应 是因为你要去往前推 就所谓的那个所谓的 刚讲后报的那个那个业报理论 过去你必定造了一个不可改 从来不原谅人 那样的一个从来不愿意放下 从来不愿意解释解的那种因 所以才有所谓的定业 跟你现在持守观世音菩萨 他现在的这个圣号功德 是改变你现报你很多恶业 但是因为你在持守 那跟慈悲相应身心雨都柔软了 改变周遭的很多因缘状况 善知识出现贵人出现 那即便有小小恶缘出现 那这个部分就把你解决掉 那你就会特别感到感应 因为他这个就在法界的状态里面呈现给你看 所以你每一次做善事 每一次改变 那每一次得到一个感应 这样的力量是很强的 那对于不能改变那部分 你从业果的定业观里面去看 那一个部分 会让你去欣然接受 你就是如是印如是果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在佛菩萨的级别 要在里面善巧去做一个感应视线 如果有为如是印如是果这个法则 这事情不通的 必定是很多在不定业里面 他可以在这里面 选前来的功德 我们都佛陀段都读过了 在佛陀很多的故事里面 即便我们用大神通力要去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去建立好 这样的一个业园观的话 那我们在持戒未来的果报上 对于果报的承受 你会没有信心 那你在持守 在因地的持守 你就不会太用心去持守 因为这个会越来越细 因为你不想招惹不好的一个 到的一个果报 偷到的果报 那就越来越细去持守 是源自于你对业园 这样子一个因果的概念很清楚 不会随着这个 外在环境的顺境逆境 而来改变你持戒的一个 耗耀之心 那么先看这个 回到我们的 今天有发给各位这个补充的部分 这本来是由我念 那我想 还是 这个我们教务 还有我们的学会很用心 希望说大家眼根 跟耳根一起熏息 这样会有力量 确实是这样 当初没考虑到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都在我这边 但是如果 除了你们现在手上这个 其实还有很多奖表都印下去的话 那我这个讲义可能就要好几百页 那当初我想说这个东西念一下就好 但是大家既然有心 要寻修 寻徐 那就发给大家 那今天是要看 沙戒应该讲过了 所以第二章这个部分 各位回去再去意念 重新意念 重新意念 那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页 的背面 没有页数 那我会讲第几章 正面背面 那讲细微界之前一定 我们这一堂课就一直告诉大家 你深信业果的部分 一定还要了解他的精神 因为他精神就是顺着很多的业果 如是印如是果来定 所以他很多的 然后甚至每一次 你看前面的沙戒的这个戒意 跟后面的这个治意呢 这个道的治意 后面都在讲有关饶意的部分 饶意有情的部分 前面对业果的这个深信 惧怕恶果的呈现 那后面的部分就一定是 饶意有情的部分 所以他治意大概都不脱离 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这个是五界相经里面截取的 截取出来 那如果各位真的很也很有心在去看 你们就自己 其实这个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五界的相经 它资料很细 那我们就是先把道戒这个 道这个名称 先给他说一说 我自己念 因为有些人对法公经 在我念的时候你们会合掌 你们就自己来做这个动作 那么道戒呢 这个为什么取道戒 其实在很多经典里面有很多名字啊 那他有很多种 那我们为什么只取道戒 里面有解释 一名 第一个叫截取 那这意思呢 就叫强力倾夺 就是我们最 现在话叫抢劫 这个大家很容易清楚 那二名 贺取 或者是有人念夏取 念恐吓的贺 贺取 那贺取的话 大概就是恐吓啦 举很多 告诉你很多事情 那你心生恐怖 然后得到他想要求的 例如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 讲这个搜索 这个保护费 那 三名 偷取 那偷取的话 为 避主私窃 就是现代话 就讲小偷 小偷 那第一个 跟第二个 这是一种公开造作 所谓的光天化日之下 公开造作 那第三个 他就是 私底下 他做 以为没人知道 那其实这个 私下造作 那第四个名称叫做 世民不与取 这大家最常看到的 在经典里面看到 哎 你说不与取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也对 他也是道的一种 但是我们在细讲 也说不与取 不见的犯 所以 为什么道界里面 第二个界 他不叫不与取界 他后面有讲 不与取 第四个名字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主人不与 他没有说 要给你 甚至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拿了 那你自己就 巧立方便 自己给自己开方便 取雇 那第五个名称叫道取 就是我们现在 五界里面用的道取 所谓的道界 道取界 道界 这个就是非理 他定义就广一点了 就非理 不合理 不合世间道理 不合法律道理 不合这个业果道理 非理损财 明知为道 前世民局 前四个 刚讲那个 他有局限性 他有局限性 那此意明通 那这个最后一个 他比较有通达性 他这个名称 他就包括了前面四个 那像这个以烧买等 就是你放火去烧人家的房子 或者说你去损坏人家的东西 只要你起到心之故 这个都算 所以他可能都 都不是只有这个恐吓 那个那样的一个表现而已 他我可能没有恐吓 或者说那个抢夺 可是我用烧的毁坏 或者是侵犯 或者掩盖 这些都是 所以这个局 这个比较没有局限性 所以 顾费前四名 唯标此一名 所以 道呢 就是所防 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那个第五个 那个所谓的 这个道的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要防的 戒是能防 就我们的戒体 我们的这颗戒体 有戒体力量的这个心 戒是能防 能防道故 名为道戒 像这个不语曲啊 后面等一下再讲 这个时候 怕跳开拉不回来 我们这个不语曲 等下后面会讲 那字意呢 我们再看一下 字意里面看起来要有十点 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 归纳一下 其实第一点跟第二点呢 它就是从出世法的角度 跟世间法的角度 它必须自戒 那第三点跟第四点来讲 它是从你脑害众生的烦恼 这个部分 那脑害有令它起烦恼 那第二个就是令它丢掉生命 这样的分类 那五六七呢 第三就是破坏信心的程度 第一个第二个 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到第七个 这种破坏信心程度是最强的 先归类了 所以你们如果懂得这样 它字意的一个归类大概 你大概就知道说 它字的理它不是十点 可能一百点可能一千点 但是也可能你归纳完之后 你大概可以融色成一两三点 就自律仪界 色善法界 然后劳于友情界 大概收色过来之后也是这三点 那八九十 就这样的一个字意 就是怕失去菩萨法 那我们从第一点来看 夜道重固 因为它是性罪 它这样的一个本性 它是跟这个恶相应的 不关你的这个宗教信仰 非关宗教 这个就是夜果如是 为非礼偷竭 仗道由生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偷道的一个习气 乃至于一个造作之后呢 在你起心要修道的时候 它未来给你的账道因缘会很深的 除了如是因如是果之外 因为你承受到道的果报 未来你要修道 长很多 那第二个 你有那样的习性之后 你未来不容易起信 人家不容易相信你讲的话 那第三个 就是你承接这样的习气 你为了要持受这条戒 会很困难 你又不硕硕的会现行 所以修道这件事情障碍很深 父子重迁 你有这样的这么严重的过失 起堪入道 就是这样的原因 从夜果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第二个 这是从世间法就如此了 从世间法就如此 那第二个就是坏禁法故 刚出世间法 那世间法也是如此啊 坏禁法 所谓的禁法就是古来诸国 从过去 现在呢 是未来我相信 这个东西都是一定会立的一个重责大法 古来诸国 无不同之为 这个道呢 为重罪 那佛教的组织 这时候组织了佛教 这时候就佛教的一个神团 弄到后来 不是为了组织的组织 可是现在的一个因缘 就是变成一个组织 所谓的佛门 一个宗教团体 一个人家认为我们就是一群修道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团体 不管在家众出家众 道俗 大圣小圣大小圣界 息致为众 因为在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跟第二个知道世人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 是双重的一个致意之下 所以必须要做 那第三个生老生故 为财即是众生即贪爱处 非理心夺恼他之圣故非所疑 其实在前几堂课就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修道之前 我们知道所谓的业 众生业感的一个常理 就是我们众生以财跟色为重 所以我们实际我们修道 也是要防这两知 因为我们要防贪染的财色二知 你才不会去贪 因为你贪了之后 你不够就会去道 就会去道 那所以我们本身如是 那众生也如是 所以修道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原理 但许多众生 他即便不再修道这个因地有发心了 还没有发心 但也是这个道理 他以财为重 因为他本身是贪爱 那为什么贪爱财 因为这个财 可能是造就他的生命 造就他的物资 他的滋养色身 他的一个人际关系 乃至他的色身的生命 所以他必须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去营造 当我们非礼去倾夺 他一辈子辛苦的一个造作 基于贪爱之心 但是我们 我们知道众生心就是贪爱 我们自己也贪爱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人家来夺取我们自己的所爱 那以此之心 我们怎么可以去同理之心 去抢夺人家的东西呢 那所以就连着第四点讲 就是因为你损集这个财物的时候 那么众生的行命之计 那这众生就不止人了 人跟畜生一切他依赖仰赖为生的 那你若到比财 即是夺命 五戒是以人为主 那讲到后面戏为处的时候 众生就是一切众生 他要仰赖的东西都叫做财 那这个钱财是因为人发展出来的概念 所以有那个财 但是动物他依赖的那个东西也是 对他们来讲也是财 我们人可能有财的概念 因为财的发展大家很清楚 以前是以物易物 那到后来现在发展成今天货币的概念 那动物呢 就留在以前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时候 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色身去赚取 自己滋养色身的一个资源 所以这边用众生他不用人 这是后来直接到后来 就不是指夺人的东西而已 所以第一个不恼害他人的 第三个不恼害他人的这个众生的一个心性 人的这个贪爱的一个烦恼 那第四个你就要知道 因为他存疾 攸关人的一个众生的一个生存 那第五个就是我们更在意的 你在前面都是夜报 那然后跟众生不要结二元 可是五六七就是你要设一些善法的时候 你没有在这间持戒持好 你修善法到后来 你可能破坏人家信心更大 我们看下去 失所化故 偷盗之人 一切众生 眼不喜见 就来自于第三第四个原理 你偷到人家东西 人家 当我们东西不见了 或你贪不到了 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撑 贪不到了 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撑 所以大家对偷的人 对来截取损害我物 命的人 都会去以诚恨来对待 来看待之 一切众生眼不喜见 旷受其荒 那缺德的人 缺乏这个道德的人 不能令人深信 那即便你现在在 这个种的行词上 对外宣说很多善法 可是你所做的 道这件事情 道我们后面会讲那个 就会讲更细微 所以对出家人 对修道人 当修道人 包括出家人 在家人 你在道的这些行词 越来越细微 就是不只是止恶 而且你是把修道 当作修善法 要让人对这件事情 心生这个善 然而你的修道 是为了要不侵犯众生的 这种饶益友情 那这样的做法 就容易 射受这样的绿一戒 它同时就是一个善法戒了 因为你令人深信 要让大家愿意来持守 这样的一个善的戒律 坏信心固 那第六个就是更严重了 前面的这两个差别在说 还没有相信你的人 你要去度他 可是人家光是看到你的行语 里面处处充满 占人便宜 然后那个 就很多人喜欢占小便宜 可是那个都跟偷盗有关联了 甚至都有看到你 你好明目张胆的去 那人家 你不用讲东西 人家都不信了 那第六个是 人家本来是对你相信的 你之前可能射受了很多人 是跟人一起学习 可是到后来 你这方面的烦恼曝露出来了 急重的这样的烦恼曝露出来了 那你 你不度人还好 你这时候损害人家的性更大 就是说本来信你 但后来令人家不信 还坏人家的一个善法 坏人家的一个信仰的功德 那第七个 就更严重 那更扩大了 因为他就变成你的代表 是佛教的一个人物 所以你做了这样子的情况之后呢 人家毁谤不是你一个人 哎呀 你们修道人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们佛教 你们佛门 你们 这个 扩大了 当然你不能想 哎你自然 你是在毁谤 因为你 你没有资格讲人家毁谤 因为你做错在先了 所以 毁不毁谤那是众生的一个习性 但是你整体坏了一个整个团体的一个 未来可以令人生性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个第七点就是乌世门故 为恶民留步 举世皆贤 慧累世中 佛教叫世中 此过于此 那第八 他为正行故 为为害菩萨的大慈大悲祭众生行 菩萨呢 其实 在修学菩萨到初学 我们都是先怎么样 都劝各位 跟人家结善缘嘛 那跟他结善缘 就是一种布施的一个相貌 你大慈大慈大悲 你大慈大悲 其实他中间先学习给予 娱乐 大慈 那个慈就是你给人家这种乐的果报 那大悲 就是后面拔这个苦的根源嘛 可是 你在 偷到的过程 本来是应该给的 可是你现在变成去跟人家拿 跟他取 所以 这件事情 就是已经跟慈悲 这件事情已经相违背了 所以 这个部分就结善缘 本来菩萨在行持大慈大悲 是要准备结善缘的 是为了后面的六度的原因 那我们要行菩萨到的一个内容就是六度 就是为正行 菩萨的第一开始的正行 要起头都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持心都不具足了 后面的六度就更难了 就弹射六度 因为刚刚讲菩萨一开始从布施门开始学习 可是菩萨学习布施门到后来是广设其他五门 就是广入 入其他五门 彼此相设的 就是从布施门可以通达到其他的一个 一个 持戒 然后这个忍入 然后这个精进禅定 到后来整个波瑞 那你这个时候在 谈波罗蜜这件事情 就 因为 你的道戒 有所危损的时候 你就破坏到谈 波罗蜜 你持戒这件事情就 就有所染 因为你这个 道的一个相貌呢 它就是跟贪染佐嘛 那既然跟贪染佐 它就是跟我相应 你要加强我值 的一个我 那所以 它就会去影响到 我们在修波瑞的这个无我 那会影响到修布施里面的精神 舍嘛 处处都是跟我相应 就不舍 所以光是一个持戒这个道 没有持手好 持戒 戒波罗蜜很广 不只有道 可是光是 然后你看 从道里面 又会隐身其他的过失 所以戒 本身的戒波罗蜜不能圆满 他还会去坏 所谓的布施波罗蜜 这件事情 那还会去坏 后面的这个 这个波罗蜜 这个事情 因为他处处就是跟我相应 所以你就不可能 去又把波罗蜜给修好 所以 这个 整个谈波罗蜜就是舍 那当你的舍心不见了 跟我的我值心相应了 那你的这个舍心呢 就不能入 谈波罗蜜 也不能入所谓的波罗蜜 互相有连结的关系 十六度固 那第四个 乖嗜色固 那你在行持六度 在评程在绝 这个广结善缘的部分呢 都有亏损了 那你以后要嗜色 要真的走出去 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那个嗜色法 尤其所谓的这个 这个 要同事色 同事色的时候 知道你的想法 那我也要以财师 要财色 那后面定这个 所谓的 像我们 在一个团体 要让你来听法之前 我们都会 比较关注你的所用所需 像常听到的讲 法轮未转 这个十轮先转 所以那个 诗的东西也是属于色法 属于财法的部分 就先让你满足 所以是在修这个 那你今天反而是用卸道的方法 你怎么有办法去同事色呢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巨原成犯 六种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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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六种圆之后 至一了解之后 我们要了解 它的偷道 像我们杀道前面呢 就是有这个五种的一个方便 那今天的这个偷道 它反而有六种 那我没有特别标出来 就在里面 那个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是在 背面 念一下 你必须是有主物 有主物像 有道心 众物 心方便 距离本处 所以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跟第六点 那有主物就是在现实的元气法里面 那它确实是有人的 是有人的 那第二个就是 你很明白的知道这是有人的 第一个是事实 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那事实是那样子 无关你知不知 那第二点才是说 你明白那是有人的 那第三个 就是你起得到心了 那第四个 这是最难解释 也是最难受识的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你盗取的东西的价值 重物 那在绿鱼界里面 就是五钱 那五钱如果 我们从字面讲说 五角 五毛 五元 这就很难解释 所以这个不能从 美国的五块钱是多少 台币 150 所以我在台湾可以 可以偷 可以偷 四块钱 这不犯 四块钱而已啊 那台湾 的五钱 如果是解释成五块 那没关系 我去印尼偷 因为你可以偷更大 因为你那个 那个弊别更小 所以你不能从这个 现在这种概念 因为这个五钱定下来 是从佛陀时代 延续到后来祖师大的解释 即便已经解释了 那时候适用 那现在 就不一样了 所以等一下会去解释 会去来跟各位 来稍微来讲一下 它的重点 有 还是可循 那可依循的部分 但是 也不免 让大家 会说 如果我说 五钱就是现代的 我们精算之后 是现代的两千块 那我偷一千九百九十九块 所以 在五钱的定义 如果你硬要从这边的话 好像你有可遵循的一个标准 但是 这样不是我们要自戒 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的自意 这件事情来看 第五个 心方便 就是你总 总够前面具足了 都那个价值 东西的价值 你起到心 你也知道那有人的 有主物 东西本身是有主物 那你种种的设计 你想尽办法怎么做 就心方便 那第六个 距离本处 这件事情是 跟世间不一样的地方 世间人 像刚刚讲的 我在车 就是刚刚居士 他在车 这个人群里面呢 因为他的威德利 或者说他过去的 没有这样的夜报 那 东西被拿了 然后归还 以世间 在警察来之前 你没有告他之前 没有被刑难之前 这是不犯的 但在佛教里面 距离本处 就是犯了 那距离本处 等一下也会细讲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一个一个看 就一个一个看完之后 那当整个这些东西 就化成一个行动的时候 你就自我检测 这不是学好之后 来去判断别人 因为里面有行法 有行动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判断 就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可以判断很清楚 好 有主物呢 一行是超这个分类呢 有主物的这个主呢 分成正主物跟 所谓的这个守护主 那正主物呢 就是东西 确实是这个所谓某某人 或这个某某一个团体 那大我的那个概念 大的团体概念 那第一个 他那个状态就是说 他必须由我所心 他就是我的 但是他是 也产生一种我要守护 就是我这个 我家里的东西 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或者说我最核里面的东西 乡中财物 这是我的 这是我守护的 那第一个就是 有我所的心 但是却没有守护的心啊 可是他确实是 我知道那是我的 像田中五谷 就是我们到田 没有人守护嘛 是不是 或者说在公司上班 公共空间 你放着你的东西 你没有锁 但那个 置物柜里面的东西是你的嘛 但是你没有守护啊 因为那是大家放的东西 所以 有我所心 但你也不会 要上班 你也不肯一起去守护他 那第三个 无我所心 你 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的 但是 你看不到 你无从守护 就是 在美国可能不要这种状况 或者在中东地区 就是说那个地方 那块地是你的 你很清楚 可是你不知道地底下有石油 有矿产 当然有些国家说 那个东西是国家的 但有些国家是开取说 比例 地底下东西是你的 但是那个就是 无我所心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 可它已经存在了 当有一天别人 越界来开产 冒出来了 那时候 你不能讲说 这个本来他 他不知道 那这是我开采的 那他只有用土地 那土地里面 没有规定是 是那个地主的 是没有 是不可以这样子 无我所心 无守护 虽然那个人没有守护 这个石油跟金矿 因为他本来不知道油 乳地中福长的 那这个部分 都属于油主物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说 比较会去有问题的就是 我的这个我 不一定只是我个人 有时候他是一个大众的 是一个常住的 那可能不是我的 可是 这时候是 我有守护这样的心 所以第二个守护主 你可能不是正主物 可是你知道那个东西 尤其在公司 有人送蛋糕来了 要给大家吃 可是那不是谁的 那要给大家吃 那你知道大家都会去吃到 可是有人先来把它给 你自己要先把它给拿掉 来吃掉了 那 人家可以来讲 因为人家 那是共有的 大家共有的 那大家就是大众喂食 你不能先食 那样的情况就是守护 如大众欲分物 令人熟长者 这个公司 看管 或是我们大 我们道场里面做总物的 那些东西叫大众受用的 那你 那不是你的东西 但是那是常住物 那是未来要给大众 大众受用的 很清楚的 那你守护 那如果有人偷到 那你这个守护主就变成 所谓的正主物的一个代理人 就像道场主 道场的主人 东西都不是他的 可是他是守护主 代表所谓的大众 他是守护 所以为什么说不能拿佛法当人情 重点在这里 因为就会有倒罪的问题 第二个 我所心 那这个就是世间我们常知道的 我所心 第一个有所心 也很清楚这是大众的东西 第一个无我所心 那个东西就是 但是他别守护 是别守护 像海关 像有人捡到东西 送到警察局 他不用去守护那个什么 那个不是他的 他也不用替大众保管 可是他知道那个东西是某个人的 人家交到这边 但我要先守护 我先代为保管 可是那个东西无关于 我的这个团体的 所以那无我所心 别守护 这是我里面有讲的海关 或者说有人失误 为官夺 为官夺 这里的夺不是说被官政府夺去 就是说他比人找一步 获得失误 带为白保管 所以有时候这智慧误导 不是被政府夺去 这团队 就被政府从事人员先得到保管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守护主 那如果有偷到的话 你的所对的这个偷到的这个对象 就是守护主了 因为会讲很细 所以会很慢 那我们先下课一下 后面还继续会继续讲 先休息十分钟 那么 好 这 kilometers 宜要 语 走了